大家好 今天分享短文 人到中年才懂得父母活得很难 常听人说 不当家不知柴蜜贵 人到中年才明白 原来做父母的都不轻松 没人父母一生操劳 做人子女应当体恤 父母男 男在育 小的时候总是很好奇 为什么父母起得那么早 人到中年才懂得是生活的重担 让他们夜不能寐 活着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每天有太多的杂事要做 有太多的人和事要对付 生活也不像课本上只有鸟语花香 冬暖夏凉 还有酸甜苦辣 淋寒酷暑 父母用他们单薄的身躯 坚韧的脊梁 被孩子隔绝风霜 挡风遮雨 生活的苦与泪只有他们自己扛 人到中年才能明白在艰难的日子 父母总是把最好的留给我们 前段时间看到一条视频 孙子回家看望奶奶 奶奶给孙子煮了面条 孙子的碗里满满都是肉 而奶奶的碗里都是清汤寡水 一碗面条 可怜天下父母心 做长辈的都一样 曾几何时 我们也会好奇 为什么妈妈只吃鱼头和鱼尾 成年了自己就成了吃鱼头和鱼尾的人 人到中年历经风霜 生活鞭挞 才更懂得人生不易 父母艰难 父母难 难在养育 一捧心血 写在子女的身上流淌 父母难 难在教 老话说 养不教 父之过 养孩子靠的是体力 教孩子耗费心力 小的时候总是不明白 为什么父母唠叨 管得还多 人到中年才明白 父母一片苦心 只愿我们少走弯路 父母难 难在如何教育子女 没人父母后才发现 原来与子女沟通是件困难的事 因为我们无法把自己的人生经验 价值三观 强行夹在孩子的身上 孩子也不能完全理解 为人父母的良苦用心 如何正确地与孩子交流 就成为了家长的难题 人到中年自己做了父母 才知道当年母亲的和蔼 父亲的隐忍 多么难得可贵 知乎上有个高赞的评论说 家庭和睦是最高级的富养 人到中年才懂得 原来所谓的和睦不单单是父母恩爱 还有父母对子女的包容和疼爱 父母难 难在交 愿天下所有的子女都能体谅父母的用心 让双亲少操心 少劳心 父母难 难在心 诗云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灰 若说子女对父母的孝顺 是草木对春风的回应 那么父母对子女的爱 就是历经数年春夏秋冬 无声无言的守候 人到中年才懂得 父母有诸多难言之隐 我刚出来工作那会儿 每次接到母亲的语音通话 总会想着办法去挂断 拒接 那时的我总是抱着已经长大的心态 去逃离父母的管束 可随着年纪增长 后知后觉 原来续道也是爱 唠叨是关心 有父母续道的孩子始终是孩子 没有父母的续道 也就真正成了大人 人到中年才知父母的心太可贵 他们有千言万语想跟我们说 又怕我们抽不出时间来 认真来听 他们很渴望我们的陪伴 可又怕影响我们的生活 他们老了变得小心翼翼 但是他们的爱从未断绝 古人云 父母之爱 未知寄深远 人到中年才明白 这份计较 由子女出生到父母故去 一直不曾停止 父母难 难在心意两全 有话难开口 人到中年 做子女的 更要懂得去倾听父母的心 多给父母一些时间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生命的流转 爱意不能断绝 余生多陪伴父母 有时间多和他们打打电话 聊聊天 我想 对于所有父母而言 子女的陪伴 胜过任何物质上的体贴 孝顺在心不在口 用行动去爱他们 温暖就在人心间 好 刚才分享的短文 人到中年才懂得 父母活得很难 来源网络 感谢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